本月一日,日本知名连锁便利店711上线手机支付程序7K,但仅几日就爆出重大道刷行为,用户损失达5500万日元,7K随即被叫停。 移动支付已被称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隔壁的日本也开始兴起这种支付方式。 本月一日,日本知名连锁便利店711上线手机支付程序7K,但仅几日就爆出重大道刷行为,用户损失达5500万日元,7K随即被叫停。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称,此次道刷可能导致日本消费者对相继出现的手机支付服务感到不信任。 阻碍日本达成2025年实现40%的非现金支付目标,与中国已经形成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两强争霸的移动支付格局不同。 刚刚开始发力的日本出现了大量手机支付软件参与到竞争之中。 本月一日,日本两大便利店711与全家同时推出了各自的手机支付程序7K与FMOK。 然而,上线短短几天内,7K就遭到第三方非法入侵,导致用户账户被盗刷。 711母公司7合1控股公司4日称,盗刷可能已造成约900名用户合计损失约5500万日元。 6日,东京警示厅新诉警署方面透露。 本月3日因盗刷案而被拘捕的一名22岁嫌疑人供述称,他受人指使。 当天至少在3加711便利店里利用7到8人的7K账户,购买了总计200条电子烟烟谈。 总价超过100万日元。 日本警方称,利用7K的安全漏洞盗用账户,非法牟利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 如果7K被盗刷是手段高明的黑客所为,日本舆论或许反而会比较淡定。 但日媒发现,盗刷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7K的安全性存在严重问题。 日媒调查发现,7K以邮箱作为账号,找回密码只需要使用生日。 但生日选项可以补填,默认为2019年1月1日。 在找回密码时,没有填写错误的次数限制,且找回的密码可以用另一个邮箱接收。 换言之,如果一个7K的账号没有填写生日,那么几乎任何人都可以破解该账号。 事实上,大部分支付软件都会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进行二次验证。 然而,7K社长小林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却反问道,二次验证是什么。 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陈妍7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7K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设计不完善是导致倒刷的重要原因。 倒刷事件后,公司高管在没有掌握基本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就召开记者会并回答问题。 从而让电子支付的使用者瞬间失去信任。 这一事件也对日本消费者接受电子支付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日本经济产业省5日透露,已经要求7L1加强安全措施。 7和1公司也发布消息称,将紧急引入二次验证和修改充值上限等安全措施。 目前,日本非现金支付率仅有约20%,去年4月。 日本政府发布无现金愿景报告,提出要在2025年实现40%的非现金支付目标。 今年10月,日本消费税将由8%提升至10%,但政府规定对非现金收款的零售商会提供最高5%的退税。 此外,凡是以无现金方式付款的消费者,可在限定时间内获得最高5%的积分奖励。 在此情况下,日本的移动支付逐步升温。 今年4月,聊天软件On推出OnK,日本软银与Yahoo联合打造的支付应用Pake也不断扩大应用范围。 陈妍介绍称,尽管出现不少支付软件。 但移动支付在日本发展非常缓慢,日本民众日常消费时通常选用交通卡或信用卡。 对于蓬勃兴起的移动支付始终持一种观望态度。 而GK事件可能会使日本移动支付的推进受到阻碍,日本经济新闻称。 移动支付技术门槛并不高,且日本在这方面本是技术先行者。 但由于日本人的消费习惯,特别是人们对于信息隐私安全性的重视。 让他们总觉得使用现金更为安心,从而拒绝更为便利的移动支付。 日本老龄化人口比重高,老年人在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上也面临更多障碍。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